我們看到凱翔哥他有說呢 這些相關的資訊 兩天前才看到高端 這兩天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連一點點 一則新聞都找不到 那我們更進一步來看到從中天被關 從這個五二新聞俱樂部從YouTube上直接下架 現在還有看到是什麼國防部認證了 好這是國防部的智庫發佈了 國防安全 及時平息 他去研究 激化 情緒對立的 口水戰 他去做一些大數據在8月的時候 八卦版上面發現了奇怪的趨勢 煽動情緒的 敘事模式 正在逐漸的佔據跟疫情有關的討論等等的 他其實裡面講的 好像我們幫你畫了重點 讓大家覺得說天哪你確定講的是PTT嗎 你不是從PTT裡面崛起的嗎 你確實這樣解析PTT 而且是很不了解 PTT的人去做的這份報告才會這樣寫 首先 刻意設計渲染的文本 再來是對政府製造防疫 施政壓力 再者也可能為中國治國藥疫苗 銷台來打開窗口 PTT真偉大 國防院現在去做認證 他已經成了政府側翼嗎 維漢哥 PTT這東西本來就是一個很反政府 誰執政就反誰 誰執政就酸誰 這是一個常態吧 其實現在在 網路上討論幾大塊 大家 會去臉書 會有年輕人大學人去Dcard 還有像我這個年紀 還有凱翔應該以前用PTT 那他是不同的族群 但PTT現在被國防安全研究院直接拿出來講說 很多的中共同路人很多的認知做在PTT 這跟PTT這段時間的表現不良 打差有關 Dcard就乖乖的啊 緊專解一PO了過去的言行 不是評論喔 你沒有爆料喔 他只是把他言行整理有沒有 注意看台灣只示範一次兩個禮拜回到三級 然後陳時中講說世界趕上台灣 他把那個言行錄做了一個列表而已 直接被下架 被炒掉 所以Dcard沒事嘛 國防安全研究院現在有沒有講Dcard被中國大陸入侵 沒有 所以啊 觀眾朋友 現在重點在這裡 一步一步來 電視新聞台 我以前剛剛入行的時候 二十幾年前 我也不覺得新聞台 可以被罰啦 直接撤照這個我沒想過你自己 信任不下去 有的報紙收掉 過去曾經有過對 但是因為 不合經上的心意或是說跟政治正確 相違背 你批評政府 可是 話講回來啦 媒體就是監督批評 不然媒體在幹嘛 媒體那邊大內宣大外宣 那你就自己自己文宣部做就好啦 國民黨執政的時候國民黨文宣部做文傳委做 民進黨執政之後民進黨文宣部做就好啦 你要媒體做什麼呢 媒體就是民眾 跟政府之間的橋樑嘛 那這個橋樑只能導向那個方向 都不能質疑 我們現在 打了快 兩兩成左右 還有八成人沒打 那這八成的人想說 高端過了 那你就被迫打高端 你沒得選了啦 所以其實說實在到此刻為止 觀眾朋友有沒有發現說其實我才是先知者 我早就知道你等到最後你沒有沒有的選 他也不買 其他的國際疫苗 他就強迫你打高端嘛 所以我很早就跟他講說我很可能會打到高端 還真的越看越像 因為 登記網路上登記我有登記喔 AZ莫德納兩個都選喔 那我跟大家講我現在47歲嘛對不對 我早上還在 電台跟我的那個電台的那個 不是我的助理 另外一個節目的助理 24歲的弟弟 他兩個禮拜前 上禮拜一登記馬上就已經 簡訊來了 叫他去打了 對 我到現在為止都沒有收到簡訊啊 24歲已經收到簡訊了 我說那你是有特別 比如說可能第九類的他說那也沒有 所以其實就是 你怎麼辦呢 你沒有辦法 所以高端那個事情事後再回頭來看 你就會發現 這一切都是虛假的 你以為 總統已經改變了他的態度了 5月13 5月18 講說7月底要施打 如果照這個速度來看 現在衛福部今天下午講說 盡快研議施打的順序嘛 那如果快一點的話 一個禮拜要開始打 那真的是7月底 因為我們只買500萬 505萬 然後美國根本250 奇怪為什麼不再多買500 多買1000 我一直都不懂 那就是 強迫你打 高端跟聯亞嘛 簡單講就是這樣 那PTT剛剛 佩晨在問我這個事情 PTT基本上 凱翔比我更了解啦 我只是在外面看 我自己沒有賬號 PTT這兩年對於 政府的批評的 PO文是有多了 可是從林伟峰世界 你就看到 是誰在黑PTT 給PTT很多的 裡面有很多的 這種認知作戰的人 小心喔 說要去買 國藥科興疫苗的人 在PTT發文喔 說要習近平 習主席萬歲的人 這PTT已經被染紅了 但是搞過來 你發現說 這47浪人 裡面有很多人 根本就是反串的 不管 國防安全研究院 觀眾朋友 國防安全研究院是 國防部 投資 這是官股 這是總統的智庫 你居然去對一個 網路的論壇 做這樣的 解讀說他是 中國大陸在台灣的認知作戰 其實很簡單 我這個一講套路你就懂了 當 有些台 譬如說這個三台 或是什麼明台 他講天空巨龍 宏光 當時賴清德皆隔壁 那是網路上有人講的 網路上有一些網友 他就是 把他講的那樣 然後報導的時候沒事 可是 在韓國瑜 三子連線的時候 有鳳凰展翅 開罰 那開罰當下 你不覺得什麼 只是開罰嘛 那支申訴無效 可是還是開罰 可是開罰的紀錄一個兩個三個 柚子農那個阿伯有沒有 那個阿伯那個大哥 哎呀 幾百萬棟的 那我等你那個真聞水過來 現場口誤現場更正 開罰 開罰到最後 很多人都說 中天是紅媒 是國台辦可以直接指揮 我現在其實眼睛能看到編輯台 就前面那一圈 他們 我都沒看到他們接過那個電話 可能是我沒接到了 紅媒 就趕快半天呢 沒有紅媒這一段 但是呢 對不起你的開罰紀錄太多 觀眾朋友 我們有傳播通訊法 或者是其他例外網路的法 正在眼裡當中 當PTT一次兩次被這樣子認證 他是一個被 中國大陸利用來 認知作戰 其實包含我可能也都被認為說 你就是中共通路人嘛 你講任何對政府有監督的話 都被列為這樣子的時候 他封你的嘴 他關你的台 他連你的網路發言權都把你拿掉 所以其實大家看這個其實是個小事 或者有人覺得這是笑話 但我不這麼看 因為當國防安全研究院也這樣做 當社會有質疑的時候 國防部說尊重這個報告的結果的時候 其實他就是留下PTT 在幫中國大陸 破壞台灣的民眾 在做認知作戰的證據 雖然這個證據是很怪的證據 就像我講的 有些台講天空巨龍紅光 為什麼沒有罰 因為沒有人檢舉啊 那中天為什麼被罰了 因為有人檢舉 好但是結果是什麼 他沒有被罰 你被罰 你被罰那個列子弄出來 要表示你一直違規 一直違規 所以呢 結果就是撤照 當你被人家認知是這樣子的一個 網路的平台 他講什麼 他說PTT 作為疫情交流平台的功能已經逐漸癱瘓 我事實呢 PTT沒有那麼熟了 PTT的 成立宗旨是為了要作為疫情交流平台嗎 他只是有人在上面PO文而已啊 你現在寫這個什麼意思 國防安全研究院的結論是 PTT作為疫情交流平台的功能已經逐漸癱瘓 有很多的假訊息 有中國大陸的人 滲入以後在做 好那你可能覺得 這只是一個 到底會不會查 你有沒有查他的帳號都是反串的 不管 留下了一個 我們國防部投資的這個國防智庫 蔡總統都要參考的 其實他根本就不是 網路的範疇 他是個國家安全的範疇 他到時候會 上官到說這是對國家安全來講的必要 這個論壇會造成國家安全的破壞 所以說關就關是轉眼的事情 不要以為不可能 去年以前我也不覺得新聞台會被撤照 但是 不可能的事情就是會發生 所以你要這樣子解讀就知道說 為什麼現在開始會對 這些媒體那些媒體有這些管制 投鼠忌器 別人被關了 就像中天 應該是去年對不對 去年的12月 當中天撤照 沒有不予換照的事情發生之後 你看這幾六月以來 大部分電視台根本就不敢再監督政府 批評政府 這就是這樣 所以其他的網路平台現在會去監督政府 你的疫苗多少錢 陳松講說不要問了 所以我們就不要討論了 這個鐵算了 太敏感就PO掉 自動撤下 或者是網路媒體 這就是投鼠機器 我們是民主國家 但是我們有言論自由 其實那個言論自由正在被卸縮當中 只是大家沒有發覺而已